大家好 今天要來講一下Photoshop Photoshop要怎麼樣來做有點類似電影封面的質感 首先我們先選擇我們要的這個照片 這是出去玩的時候的一張照片 那我們要怎麼樣讓它感覺有這種電影的質感 首先我們先將背景複製一個塗層 複製一個塗層 甚至往下拉 拉到這個新增塗層的這個 放開 它就會新增一個塗層 這樣子要做什麼呢 到時候我們可以比對 我們做出來的效果 跟還沒有做之前的效果 好 那我們做這個電影的封面呢 其實非常彈性 首先呢 我想要先做一個 這個 調整一下它的對比 我們用色階來做 影像調整 色階 好 色階 然後呢 我們把右邊的拉桿呢 往左邊拉 讓亮的地方呢 再亮一點 好 讓對比顯現出來 暗的地方呢 再暗一點 好了之後呢 我們就可以按確定 確定之後你可以比較一下 好 讓我們這個 整個 顏色呢 更凸顯出來 那再來呢 我們要做一個塗層 讓它有一點這個質感的感覺 再新增一個空白的塗層 好 右下角 新增 建立新塗層 建立了之後呢 我們使用這個 一個 漸層工具 一個長方形 然後長得像漸層的東西 記得要塗層一畫 然後你這個 你可以調整一下 大概 比例就是白色跟黑色 大概就好了 然後濾鏡 使用濾鏡 眼涮上色 有一個纖維的效果 點一下 它像這樣 像這樣 然後變化呢 不要太高 不要太高 強度呢 你可以自己調整 看你想要的強度 像這樣 那好了之後呢 我想要讓它 做一個傾斜的 傾斜 T Ctrl T Ctrl T 是變形 先把它轉過來 再把它放大 蓋過我們的這個塗層就可以了 好的之後 先按一下確定 確定之後呢 我們要怎麼做呢 第一個呢 這裡就有一點彈性了 你可以把透明度下降 做出一點這種 紋路的質感 透明度下降 類似這樣 那還有一種呢 是調整這個 混合塗層的 功能 這裡 選擇塗層1 然後這裡有一個選擇混合塗層 你可以試試看覆蓋啊 或者是柔光 我們先把這個不透明度調高 它會有這種不同的質感 我們先調整你要的 像這個就太強烈了 這也是 這也是不同的感覺 綠色 所以呢 我們 調整完了之後呢 我們還要使用這個不透明度 不透明度 將這個不透明度下降 下降之後才不會這麼的突兀 大概在這個 二十幾左右 二十幾 就會有一點這個 紋路的效果 那好了之後呢 我們還要再做一點 這個 顏色的變化 顏色的變化 在我們的這個 下面的地方 先選擇我們的這個 照片的圖層 下面有一個 這個像是這個 黑白的這個圖案 點一下 有一個色像飽和度 色像飽和度 第一個呢 我們將飽和度 稍微拉低一點 因為我們的電影封面 通常呢 這顏色會比較 接近單一 不要那麼的鮮豔 好 那色像的部分呢 你可以自己調整 當然這樣調整你的顏色呢 就會很奇怪 所以我們要勾 上色 勾上色 色像去調一下 飽和度降低 有一點黃黃的效果 假設這是陽光嘛 陽光 所以我們用黃黃的效果 好了之後一樣透明度 去調整你要的 稍微 稍微有點黃黃的效果 那我們再來看一下 有加跟沒有加 有加跟沒有加 其實這樣是差很多的 螢幕上或許沒有那麼清楚 但你實際做起來會差很多 好了之後呢你可以上你的電影文字 之類的 好 或者呢你還可以再加一個塗層 一樣下面這裡 新增空白塗 新增了之後呢 一樣用漸層 隨意拉 隨意拉 拉完了之後呢 你再去調整它的 柔光 像柔光的效果就還不錯 柔光的效果 那你呢 其實你漸層還可以拉另外一邊 它就會顛倒 顛倒 這樣 左邊或右邊上面下面也可以 下面上面也可以 可以自己拉看看 看你覺得哪樣的效果呢 是最符合你想要的 好 那拉好之後你還是一樣可以透過這個 不透明度 來做調整 你要讓這個效果的 呈現有多大 像這樣 這是最原始的 然後慢慢 最原本的照片 慢慢加上我們的這個 效果 第一個是這個 攝像保和度 色階啦 讓我們的對比明顯一點 然後再來是加上我們的 攝像保和度 有點像綠色 再加上我們這個 有點紋路的感覺 最後再加上這個 光源 這有點類似光源的效果 一樣是用漸層 那你就是去挑一下你自己最喜歡的 好我把這幾個 合併起來 這個先不用 所以這樣的效果就還不錯 好 合併塗層 合併塗層之後呢 我想要把它 弄成 有效果跟沒效果 好 Ctrl J把它 拆下來 好 左邊 右邊 這是一個有效果 一個沒有效果 好 的差距 好 的差距 在螢幕上可能比較 難看得出來 到時候自己做的時候 就可以明顯的 看到這個效果的存在 好 像這樣 然後你再上你的字 好 上你的字 好啦那今天呢 就介紹這個 有點這個電影封面的效果 給你 好 希望大家會喜歡 你可以自己做看看 好謝謝大家